马可福音第二章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不得进钱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 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健忘的话了 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 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 立刻拿着褥子 当众人面前出去了 以致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于神 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耶稣又出到海边去 众人都救了他来 他便教训他们 耶稣经过的时候 看见亚勒肥的儿子立位 坐在睡棺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 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立位家里 坐席的时候 有好些税吏和罪人 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 因为这样的人多 他们也跟随耶稣 法利塞人中的文士 看着耶稣和罪人 并税吏一同吃饭 就对他门徒说 他和税吏并罪人 一同吃喝吗 耶稣听见 就对他们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当下 约翰的门徒 和法利塞人进食 他们来问耶稣说 约翰的门徒 和法利塞人的门徒 进食 你的门徒倒不进食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 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 岂能进食呢 新郎还同在 他们不能进食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 他们就要进食 没有人把新布 缝在旧衣服上 恐怕所补上的新布 戴坏了旧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 装在旧皮带里 恐怕酒 把皮带裂开 酒和皮带 就都坏了 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耶稣当安息日 从麦地经过 他门徒行路的时候 掐了麦寿 法利塞人对耶稣说 看哪 他们在安息日 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 和跟从他的人 缺乏饥饿之时 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当亚比亚他 做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进了神的殿 吃了陈舍饼 又给跟从他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人不是为了 人是为了 人不是为了 人是为了 人就像日本人 我以为了 什么事呢 感谢观看